在本期视频中,我们将展示如影S的操作过程。 只需安装如影S并完成机械调屏,就可以打开体验如影S的各种功能了。 先短按手柄电源键,再长按云台电源键数秒,直到如影S启动。 按住手柄前侧的模式切换按键,相机朝向将被锁定,而手柄可以自由移动。 在涉及高低角度过度的拍摄中,这个功能尤其有用。 双击模式切换按键,相机将迅速回中。 三击模式切换按键,镜头将180度旋转。 短按M键可在三套不同的配置参数之间切换,即自定义的SmoothTrack控制设定和系统设置。 长按M键当前配置指示灯变为黄色,表示如影S进入运动模式。 在运动模式中,云台响应速度更快,有利于高速运动中的镜头跟随。 通过相机控制按键,用户可开启拍照或录像功能。 半按相机控制按键,进行自动对焦,仅支持适配相机型号。 默认设置中,上下推动摇杆控制相机抚养,左右控制相机平移。 通过DJI Ronin App,用户可根据喜好调节云台转动速度、死驱和摇杆平滑度,甚至颠倒转动方向或重新映射到其他轴上。 如影S有三种操作模式,分别是正立、手电筒和倒立模式。 如要切换手电筒模式,只需长按模式切换按键,然后平行放置云台即可。 如需快速切换倒立模式,长按模式切换按键,并倒置云台即可。 或者双击电源开关暂停电机,倒置云台,转动横滚轴,使相机呈正立状态。 再次双击电源键启动电机即可,这样能保证充分的移动空间。